9月3日 2019年9月3日晚 大批示威者在旺角警署外 與太子站附近非法集結 22歲男士英譚柏俊 被控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攜有雷蛇筆 被告否認一項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 早前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裁定罪成 還押至2月9日判刑期間撒取背景報告 裁判官司祖堯裁決時引述被告的自辯 被告稱當晚在油麻地的派對房間參與大專營生活動 參與角色扮演遊戲分別扮演警察和示威者 被告獲派雷蛇筆和頸巾扮演示威者 散場回家時在尼敦道被捕 被告公稱不肯定被搜出的雷蛇筆是否屬於自己所有 但司官拒絕信納被告的證供 指被告當日身處公眾地方 案發時屬犯修例事件的高峰期 現場與20人聚集叫囂 並且用雷蛇光照向警員 認為他攜帶雷蛇筆的意圖 是希望在違法的示威活動上 射向警員眼睛阻擋他們的視線 阻礙他們執法 司官續指 被告被捕時攜有鴨嘴帽 頸巾和未開封的口罩 案發時是9月 市民無需戴頸巾 而當時亦未有疫情 兩個口罩對被告來說毫無價值 他認為被告明顯知道 口罩可用作遮掩身份之用 不相信他會不聞不聞 因為貪小便宜而拿口罩 就被告稱 不肯定被搜出的雷蛇筆是否同一支 司官反駁 官行證物的動作簡單 無難度 被告的說法不合常理 不是誠實證人 司官進一步說 涉案雷蛇筆外形簡單 被告亦承認玩了一晚 刻意帶走 即使他無刻意謹記 亦必然對雷蛇筆特徵有印象 加上他面對的控罪嚴重 被告應該會認真檢查